起巴戰爭爆發之後 原本要在以色列舉辦 AI大會的徽答 這下子全部被打亂了 但沒想到 趙元南 皮衣南 黃仁勳 提前來到台灣 而且又被捕獲 而且又是去逛夜市被找到了 黃仁勳本次來台傳出 要擔任鴻海科技日的嘉賓 甚至還會跟台積電 創辦人張忠謀碰面 難道又要去聽張忠謀的預言嗎 因為半導體教父 張忠謀多次語言精準 週末他又說話了 他說英特爾在台積電的雷達上 只是陰影 還不是威脅 我想要敏煌哥 張忠謀這期話 直接宣判英特爾出局了嗎 皮衣刀客 黃仁勳 這個禮拜又出現在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差點暴動了 為什麼呢 因為據傳六七點的時候 所有的訊息就說 董事長來了 大家想說去看看趙元南 整個寧夏夜市 可以說是人山人海 但明君我先跟你說 黃仁勳董事長他會說台語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出生在台南 這個大家也知道 但我跟各位說一個大家不知道的 他真的是一個吃貨 他吃了什麼 太不好好奇 很會吃 先說他真的很會吃 他上次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拿了一個麻花 後來去了一家所謂的川菜館 這一次去了這個地方 我說真的是太厲害了 為什麼呢 寧夏夜市 這個可是我們台灣人 各位你們知道嗎 在古代 寧夏夜市是那種 現在七八十歲的人 第一次戀愛去的地方 然後所以那個地方 有非常多那種傳統的一個小吃 傳統的一個小吃 你要吃熱的 你要吃冷的 這當中包括什麼雞腳凍 特別是這間豆花灘 他能來到這間豆花灘 打個得怎樣 真的是黃仁勳董事長 太厲害了 好 整個董事長來到 整個寧夏夜市之後 第一個吃完豆花之後 又吃了薑汁番茄盤 明君 薑汁番茄盤哪裡來的 台南 對了 所以其實你在台北 要吃薑汁番茄盤 做寧夏夜市 我還真不知道這邊有賣 別的地方沒有 好厲害喔 但這個真的是台南的一個特產 但重點是講了這麼多 他要去哪邊 18號 18號 他們是整個鴻海的一個科技日 但鴻海這一波 據傳來到這個地方有點危險 發生什麼事呢 先來把各位簡單的來龍去賣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阿拉伯人也想要AI 那阿拉伯人的AI 現在他們的H100型就跟鴻海下單 但美國據傳國務院要擋阿拉伯人的H100 不希望AI晶片流去中東國家 沒有錯 因為流去中東國家之後 後面又會流到哪邊去呢 這個不曉得 但未來3奈米要出來 是 那3奈米這個新出來的晶片呢 叫做B100型 這個B100型可不得了啊 過去的整個單價落在7000到9000美元之間對不對 這是據傳新的B100會比H100再貴五層 那為什麼貴五層呢 很簡單嘛 過去是4奈米 現在延伸到所謂的一個3奈米了 據傳它的整個功效的一個部分的話 是往上走可以增加20% 而省電的一個部分的話 據傳可以下降15% 但這次的電流非常大 所以這個不是一般人在買的 它的功耗目前已經超過1000瓦了 而且必須一定要採用所謂的水冷的一個散熱 各位都知道在晶片當中 有一個定律叫做摩爾定律對不對 摩爾定律的定義是 每兩年速度會翻升一倍 每兩年速度會翻升一倍 沒有想到後面黃仁勳董事長 把這個架構完全都顛覆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這張圖 過去我們在電腦當中走的叫做CPU 中央處理器 可是明俊CPU有一個大麻煩 它只能夠做單一的一個動作 它沒有辦法全面性的來做 所以大家突然間發現 如果我們用GPU 圖形加速卡來做的話 我們可以點線面 一次就把力量增加了幾十倍 一次增加了幾百倍 這個先放在你的腦海當中 你先把這個架構有了出來之後 你才知道為什麼 NVIDIA在過去是一家 只是做顯卡的一個公司 但來到現在黃仁勳董事長 他可以當趙元郎 原來過去的輝達的GPU 短短的一個時間 十年各位 它增長了幾倍 增長了一千倍 各位 十年增長一千倍 跟過去兩年翻轉一倍 那個架構是不是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那個架構是什麼 那個架構是累積性的 就是說 我不只是晶片晚上提升 而且我開始堆疊 堆疊之後一直結合 一直結合之後空間又更小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有一個最新的摩爾定律 現在已經沒有了 這個叫做黃氏定律 摩爾定律已經被取代 沒有錯 因為摩爾定律沿路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後面 我就問各位 現在的物理性 一個病毒都50奈米的 那現在的整個晶片走到3奈米 能夠走到哪邊去呢 對啊 因為晶片不可能再更小 還要它效能 繼續有兩倍大的這個精神 沒有錯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是輝達的首席科學家 這個叫做戴莉 戴莉他就說了 過去10年呢 晶片從28奈米進步到5奈米對不對 但嚴格來說 性能只有提升了2.5倍啊 這個是違背了所謂的一個摩爾定律的 好 怎麼樣呢 黃氏定律能夠取代摩爾定律 連續下期 靠的可能是這個台積電 因為呢 效能要增強要靠堆疊 就要靠一直封裝 那當中的最大推手 就是護國神山台積電 據傳這次黃仁勳 可能會來見 台積電創辦人張舟謀 又是來聽預言的嗎 因為這個週末的台積電運動會上面 張舟謀又說了一些話 耐人詢問 我們常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其實全世界的AI非常有趣 今天不管是所謂的灰達的AI 或者是AMD的一個AI 未來會出現的微軟的一個AI對不對 那個AI是掛美國的一個品牌 可是你把它打開完之後 裡面是滿滿的台灣的一個味道 從台積電開始到日月光 台積電的一個封裝 沿路到整個測試 測試完之後組裝 台灣不管是技嘉 不管是廣達 不管是偽創 就一家一家把它給組起來 但這次呢 大家的重點在哪邊呢 大家的重點在台積電 19號的一個法縮位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 今年是逆風的一年 去年的台積電 全年是賺39塊 可是今年1到9月的業績 他告訴我們台積電衰退了6.2% 所以台積電今年已經說了 今年對不起讓大家失望了 但是三個股本還有 30塊有 目前大家在估是33塊正負1 所以借在32塊到34塊之間 所以你就記得33就好了 但重點是在於 不管是營收 不管是毛利 不管是營業率 明君 你做這一行都快做得比我還久了 第四季是淡季還是旺季 當然是旺季啊 那旺季會不會往上增加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包括了營收 包括了毛利 包括了所謂的營業率 都是有效來增長的 所以就是說儘管之前 年初法人 預估台積電今年是逆風 但這個風 風主比較小就對了 演到現在 逆風就是今年的第二季跟第三季 那目前來說的話 目前的逆風慢慢的過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今天國內的商業的報紙 頭版頭就說了 整個庫存調整的差不多了 但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想不到董事長張總 張董事長又說出了新的一個預言了 他說未來的半導體 已經沒有所謂的一個全球化跟自由貿易了 未來只有所謂的國家安全 那麼台積電未來所幾年的 面臨的一個挑戰值會更嚴峻 但他畫風一轉 有點畫痠溜溜的 是 發生什麼事呢 他說Intel的當地客戶 包括了美國政府在內 考慮到晶圓代工的一個價格 就會從美國的晶圓廠直接購買IC 這個是Intel很大的一個優勢 然後後面他就講了一個大小眼的 什麼大小眼呢 他就說拜登連續兩年的國情之文 都介紹Intel執行長的基辛格 也沒有提到我們張忠謀 這樣子在那邊認真的做事情 通通都沒有 但我們現在來談幾件事情 張忠謀董事長其實過去幾次的議員 他可怕的地方是在於 他每一次高瞻原祖 前兩三年所說的話 後面都會成真 沒錯 例如說像2016年 他就很在意所謂的三星的一個進逼 2019年他說台積電會成為 地緣政治家的一個必爭之地 現在2023年這句話可重要了 所以下面這邊是重點 大家可是要聽好 2023年他就說了 經驗曲線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個秘密 要複製服務好技術領先 良力加價格好的要素的話 要有很高的一個難度 他說吉他廠雖然不會發生 但是我們目前來看 但是有陰影存在的 所以簡單的說 目前Intel來勢洶洶 為什麼來勢洶洶呢 我們現在看下面這張圖 金星格最近就胸部一拍 真的敢拍 真的敢拍 為什麼呢 他3奈米的產品還沒出來 他已經在推他的1.8奈米了 他就說 我跟你們說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從台積電的身上 搶下了一些大客戶了 目前這個所謂的1.8奈米的一個製程 有四家公司 傳出 傳出 下單 沒有他說已經吃負定金 他說已經吃負定金 負定金了 包括了Alison 包括了亞馬遜 包括了高通 包括了NVIDIA等等 但我們來看 其實股價會說話 各位還記得嗎 前幾年 台積電在最厲害的時候 其實台積電的股價 是超過了所謂的Intel的 可是各位仔細來看 現在Intel的股價 又超過了所謂的一個台積電了 所以台積電到底 明年能不能夠逆向超車 在整個股價 在整個表現上 再能夠贏得所謂的Intel呢 這個都要持續地來做觀察 但是我們還是一句老話 目前就在AI的一個領域 打開來看 其實台積電還是最厲害的 但台積電有一個麻煩 所以據說呢 以台灣當作據點的台積電 想要發展現金這些 現在卻找不到地 踢到鐵板 以台積電來說的話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技術是天下無敵的 但台積電需要的三個要素 台灣剛好都缺少 台積電第一個 它是工廠嘛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地 第二個 它是晶圓代工嘛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電 第三個 晶圓代工需要很多的水 來沖掉整個 所謂的做整個化學製程 所以它需要用到很多的水 可是台灣剛好地下人寵 所以地下人寵的一個情況之下 最近就在整個地緣增制外 還出現了所謂的一個番外偏 但番外偏 這次想不到龍潭案的整個擴產生變 先來簡單的說一下龍潭案這一塊 我們剛好跟各位說過 台積電現在就是3奈米 2奈米 1.8奈米 開始要往1奈米去走 但現在沿路走的過程當中 都在找地嘛 所以龍潭找地 台中找地 台南找地 高雄也在找地 但這次特別在龍潭的 這個所謂的龍潭三期 遇到了很大的一個阻礙 明君你知道阻礙在哪邊嗎 因為這邊很多人住 它這是一個住宅區 對 因為我發現這個龍潭三期 裡面有國小 沒有錯 而且住戶又非常非常的多 還有社區 還有社區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該要怎麼解決呢 麻煩的 然後之前包括了整個龍潭 他們就很多次就會 他們就出來就說 我們要抗議等等的 那因為先說 這個製程還蠻久的 目前1奈米以下要花落何方 這個可以來做持續的一個討論 因為對於台積電來說 有很多的一個替代方案可以解決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說沒有龍科三期沒關係 明君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台積電現在先進製程佔大概六成 那傳統製程大概還有四成對不對 傳統製程其實很多的廠 那個機台已經二三十年了 可以不要了 其實可以改朝換代 這是一個想法 那還有另外一個想法 這個其實也要提供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 台積電各位都知道 台積電在熊本廠已經蓋了一廠了對不對 那目前的整個所謂的日本 要再蓋二廠 那蓋二廠之前我們自己實驗 去熊本 你知道從台北松山機場做過去多快嗎 兩個小時 我可能還不用這麼多話 兩個小時下來之後 坐車直接到台積電的廠房 二十分鐘 那速度更真快 其實還蠻舒服的 那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消息 就是利基電 利基電他們目前也把工廠 移到了所謂的日本的一個三重線去了 所以目前利基電跟聯電 都在整個三重 日本的三重線來做所謂的一個投資 所以我們簡單的來說一下結語 以台積電來說的話 它目前的先進製程 包括了整個北部 包括了中部 包括了台 包括了南部 它現在是各地開花 整個台南到高雄的S郎帶 這個很多人都知道 據傳台中的整個高爾夫球場 已經徵收得差不多了 對 所以到底龍科三期 要不要做實質的一個徵收 這個可以再來看 但1奈米的一個製程還很多 所以我們就靜靜的期待 19號台積電的一個法說 情況到底如何